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一下 我的棉毛删出来了 往里怼一怼 我们当时其实回来之后受到接见的时候 当时习总书记也说了一句话 就是走下领奖台一届从零开始 没有什么成功是一劳永逸的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科比的退役仪式 他说如果以后提到科比 大家还只能想到篮球的话 那他们是失败的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就是在退役之后的生活 一个重新的开始 我希望能够再实现自己另外的人生价值 在奥运会的时候吧 每天其实比完赛回来已经很晚了 然后呢 但是我们要准备下一场比赛就要再看录像 然后带我们看录像之前 就会去专门的在晚上自己先看一遍 画出一个草图 可能经常会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然后第二天再带我们训练 就是你第二天完全不会在他的脸上看到那个皮态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在这个队伍里面 并且能够在这个队伍里面学到很多 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上一批的人或者身边的这些教练等等 所有人对于我们的这种教育啊 做出的榜样啊 学习下来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怎么说呢 就是榜样的力量 然后影响到了我们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以身作则 然后能够希望影响到更多的人 其实这也是一种传承 自己去到青海之后 看那些孩子的眼神真的是很清澈 就他们的求知欲望也特别强 他们只不过是没有足够的资源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很希望能够给他们带去不一样的教育 就是体育教育教育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在体育当中学会很多东西吧 很多包括自己的品格呀 包括自己的历练啊 等等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给他们带去不一样的体育课 给我感触挺大的就是 最后中国队在短道速滑的比赛当中 终于收获了一枚金牌 然后赛后我觉得李岩教练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就是我很认同吧 他当时说 我从来不看自己的牌面 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牌打到最好 我觉得就是跟我自己以前所经历的事情很像 把你到手的一副牌打到最好 其实你能活出就是更好的一个人生 或者是更顺畅的一个人生 我觉得就是大家是接受信息更快速了更便捷了 然后更有个性了 那怎么样能够在综合自己的个性特长的时候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 为自己的事业 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觉得是新青年更要去做的 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厚的资源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用好这些资源 而不是被这些资源所作用 我觉得是我们新青年更需要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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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